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橙子 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一户栽名的家里面 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家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地方是他们做饭的地方 你们很多人可能要好奇 我们送给他们的面粉 他们会怎么来用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们的厨房 怎么做饭 他们的厨房 我们这边有个冰 面粉的冰 还有那个鸡的 这里做饭 小孩子的学校的那个书包 还有书都是因为汉水坏了 书包也坏了 书包在哪里 已经得掉了 我们看一下他的厨房 这就是他们今天吃的 煮的豆子 这个是糖 那个是什么 油 这个是什么 茶叶 他们有拿到我们的面粉吗 有 现在面粉放哪里呢 可以去看一下吗 等一下 看见没有 他们的村长既然说面粉就他们有用 就说明他们肯定是能够做饭的 像他们这个很简单啊 就拿几块石头一搭 在中间放点柴 这就是他们的灶台了 没有正儿八经的厨房 这就是厨房 周围放了一圈他们的器具 这是书 这是他们小孩的书 然后你看这外壳 都是被水浸泡过了 已经很脆了 这些是他们的衣服 现在的话他们这边也没有清洁的水进行清洗啊 他们的衣服是没有洗吗 还没有洗 是因为没有水吗 对啊 洗饭的没有 没有肥皂 没有水 所以如果他们自己用水 然后现在会养的 所以很多病毒的水 这是什么 这个是他所有的面粉了吗 对啊 其他的都已经吃掉了 对 他们的面粉是拿来怎么做的 放全面粉做冰箱 做大饼 对 那他这些东西是平时就这么放的 还是因为洪水来了这么放的 因为洪水放来了 因为洪水 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洪水很影响这个家庭 这个以前是床 对啊 以前是床 是因为水把这个床给淹没了吗 对对对 啊 就他们以前家里面不是这个样子 这些都是搬出来的 这一堆是什么东西 这是床上的那个床垫 这些砖头 这些石头是什么 这边以前是一个厨房 一个房间 啊 然后因为那个很税 啊 我还搞错了 我还原来他们没有厨房 他这个地方原来是厨房 这些石头都是厨房堆起来的 石头现在都垮掉了 所以他们现在做饭都是在地上来做的 那是什么 就是那个床山中的东西 就是被子和床垫都坏了 啊 那他家里面有几口人 这边住的是五个哥哥弟弟 然后他们每个人有小孩子 啊 一共三十个 三十个人 就住在这个地方吗 对对对 上次他们领到了多少袋面粉啊 这里 五袋 五袋面粉 他们这里是五个家庭对吧 对啊 是他的父亲 他已经出息了 他现在今年多少岁了 七十岁了 七十岁了 对 他以前是什么工作人 工人 现在有工作吗 是什么原因呢 工厂成功啊 这不是工厂 这些比如说在这个农村里 有人要建房子 建房间 嗯 其他边工的 因为好处现在没有人建房子 这些动物吃的都坏了 都坏了 因为都泡水了 对啊 现在这个就不能吃了吗 不能吃了 嗯 多坏了 因为水进去了 啊 就有点像变质了那种感觉 那现在就是这个动物他们吃什么呢 就是没有好吃的地方从那边过来的 他家的小孩呢 他有六个小孩啊 都是他的吗 谁是老大呀 最大的 最大的 他几岁了 他几岁了 九岁 还是十岁 最小的呢 他还有几个小孩 就是他的哥哥的 啊 这是他哥哥家的 他有六个小孩是吗 他有六个小孩 最小的是他 这是最小的 这是最大的 他们现在有去上学吗 今天他们第一天出了干水修 因为洪水 他们没有出了 因为那个水修也影响 嗯 洪水也影响干水修 嗯 所以今天他们出了 对那去 谢谢